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伦敦南岸走过去就是一片荒芜的土地 上世纪中期 南岸远远不是我们目之所及的繁华 它原本是以发电厂为主的旧工业 什么发个电啦 搞点煤气啦 充出点钢材什么的 然后随着时代的变迁 像这些发电厂 煤气厂 全都往外伦敦去迁移了 这块地慢慢的也就被闲置了 你不要以为这块地是块很小的地啊 人家占地227万平方米 比摩纳根一个国家都要大 那这么大一块地也不发电 也不借钢材 也不搞煤气的 能干嘛呢 英国人可聪明了 他们发现这块地极其靠近石中心 过个墙就是伦敦的心脏Westminster 走路七八分钟就是大本钟 英卫大厦 白金汉宫什么的 跟皇亲国戚其实也就一桥去摇 于是英国政府他就提议 我们把南岸搞起来怎么样 那些议员他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会 哎 这主意好像不错 开搞 那怎么搞呢 当然先从卖地开始啦 于是从2002年开始啊 政府就陆陆续续把这些地啊 卖给不同的开发商 其中绝大部分的地都是欧洲本地开发商拿下的 比如说英国本地开发商伯克利 巴尔维 还有阿尔兰开发商巴里摩 还有一部分是海外投资商 比如我们中国的福利 马来西亚财团 以及中东土豪开发商 他们纷纷入住 强占市场 整个九鱼树吸引了超过150亿英方的投资 好了 地抢完了之后 大家又开了一个会 一合计 哎 这个地方倒是不错 可是这个交通啊 不这么好 哎 还真是啊 你纵观整个九鱼树地区啊 它占地22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 竟然只有一个地铁站 Voxo地铁站 这怎么行 不行不行不行 太差劲了 于是TFL登场了 TFL全称 Transport for London 伦敦交通管理局 简称伦敦交管局 这个交管局啊 一规划啊 它说 哎 我们可以从这个黑线 Northernland的Candington站 再延伸出去两站 这样就可以覆盖到整个九鱼树 住在这里的居民啊 无论住哪个小区 或者是在哪个办公楼上班 走路5分钟之内 必有一个地铁站 英国政府一看啊 哎 这主意不错 挺聪明 干得好干得好 但是啊 TFL大家都知道了 挺穷的 这个三天两头搞罢工呢 就是TFL的国人 于是英国政府大手笔 出资5万边链胖子 10亿英镑 资助TFL 把这项目给做成了 现在这辆车站都有建成 也已经通过了市运营 将于2021年秋天通车 这挺热闹的啊 又搞地铁 然后又搞基建 然后又这个吸引投资商 又搞绿化 又又什么米其林餐厅的 搞得有声有色的 这些国际大企业 都纷纷心痒痒的 想着哎 这地方还真不错 这个地好像也不是特别贵 前面又是这个泰伍士河 后面又是这公园的 交通人也起来了 要不咱也搬过去 于是2018年 苹果公司宣布租下 九余处的地标 Betacy Power Station内 50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 作为其欧洲总部 也是同年2018年 英国中英大使馆 正式建成 入住九余处地区 成了这块地区 另一个地标 纵观整个九余处 有53个项目 正在改变这块土地的面貌 它分别包括 市值10亿英镑的 绿色走廊 然后就是黑线地铁 延伸线的 两个新的地铁站 地铁站即将通车 随后呢 就是New Times Bridge 新泰伍士桥 将在泰伍士河上 建立一座新的桥 来连通九余处和Pimlico 再然后就是 巴特西发内战的改建 它在改建 整个老旧了巴特西发电厂 将它转变为 伦敦市中心最大的商场 整个九余处的改建计划 于2008年开始 现在已经开发到 第13年了 未来大概还有 10年的发展期 大约到2030年 整个地区改建完成 随着区的建设 九余处的房价 也是一路水涨从刚 在过去的10年价 九余处地区的房价 上涨超过200% 九余处未来 还有10年的发展要走 我们一起来预测一下 房价还能涨多少 理想收房 我们下期再见 来 英国 撒黑您 有所关注